早安 剛剛做完運動 現在還喘氣 等著洗澡洗頭 打算新屋沒有拍過Vlog 不如跟大家在這裡過一天 這裡有努力OT的金箱 還有什麼都關事的小狗 做運動有關牠的事 金箱做事有關牠的事 今天的天氣一般 如果沒有暈的話會看到對面 趁著熱水 我就煮薑茶 切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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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去角質化妝水就會濕敷 然後選擇Color Cone 大約敷一分鐘左右就夠了 最近很勤力用眼的美容衣 看看可不可以減淡黑眼圈 可以做到導出和導入 帶完Cone回來我就直接塗精華 我最近很喜歡用這個手勢 去塗Skin Care 然後乳液也是一樣用這個手勢 轉兩個圈 然後這樣 就說是可以令到那些成份 可以溫暖 更加滲透到皮膚 最後塗完防曬 我會在五月尾的時候拍防曬片 大家期待一下 希望到時好天可以繼續我的行山防曬測試 快手化個妝 我胸口這裡一點點是搬屋的時候敏感 我全部手腳 然後胸口都起紅點 很幸運臉沒事 我超怕它會蔓延到這裡 沒有 去到胸口這個位置就停了 今天的妝我也是想到很簡單地化 有觀眾說我瘦了應該是假象 可能是陰影 亦都可能是我打了嗨呼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沒有瘦過 都還是很肥 差點忘記了要剩下眼睫毛 這樣妝就搞定了 今天我打算做個波浪頭 用這個Vidon Sassoon的迷你波浪造型器 是不是很有趣 它很簡單的 就這樣按鈕 然後就預熱了 大約30秒左右 這個呢 它是可以這樣轉的 所以一會兒做頭的時候很方便 然後呢 它會包上一個手指圖 用它三隻手指5分鐘就搞定了 拿一隻頭髮 然後 翹上去 大約等它5秒左右 看見到已經有個波浪在這裡 平日我們用直髮夾是要屈來屈去的 這個不用的 拿著撿頭髮 5秒鐘 然後放下 它就會有個波浪頭 它是很快手和手殘的人 都可以做到 超方便 我只是做面子 因為如果底部都做的話 頭髮就會超蓬鬆 所以呢 這個波浪很漂亮 平日用直髮夾是很難做到後面的頭髮 很漂亮的波浪 這個完全手殘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不需要很厲害的技巧 然後呢 新手都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波浪卷 5分鐘就完成了 它這麼小 還要是環球電壓 帶去旅行都很方便 除了這個 它們的迷你妝還有兩個成員 有一個是直髮曲髮都可以用的夾 還有這個是25mm的卷髮器 我覺得它們超可愛超迷你 全部都是下面可以這樣轉 全部都是環球電壓 所以出門帶它們是非常全面 可以做到不同的頭髮造型 手上這個就是絲膠實酸的迷你陶瓷兩用造型器 它是有70x16毫米質色髮熱板 可以將頭髮拉直 同時亦可以打造到卷髮和波浪的造型 非常之容易操作 向前推就能開到 它是有一個快熱設計 不需要等很久就可以加熱 最高溫度去到180度 頂部還有一個防燙設計 所以我們設定的時候就不怕會拿出 我們的用法就會將質色髮熱板向上 然後拉下去的時候慢慢向外卷 就會形成一個很漂亮的卷度 它有一個塗池塗層 是可以確保均勻地分佈熱力 減少毛燥 所以我們卷完的時候 你會看到卷度不會很散 完全不需要技巧 我也是一個手殘人士 但是一速速慢慢去卷 就可以輕鬆做到一個卷髮造型 而另外這邊就會示範 當我很趕時間 剩下三分鐘就要出門口 怎樣可以將早上起床 很freezy的頭髮變回順直 有一點點向內彎 完全不需要分層的 你一直夾下去 然後去到最底 彎進去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我平時就是這樣做頭髮的 而另外這個就會是 這支架石森的25毫米迷里透瓷卷髮器 它也是有頂部隔熱的 雖然它很小 但是可以做到30秒內快速加熱 以及有效地均勻分佈熱力 所以我們做卷髮造型的時候 也不需要浪費很多時間 去旅行、出門口的時候 都可以很快做到一個很漂亮的頭髮造型 我自己用卷髮棒 是比較沒有那麼順手的 但是這個完全不難操控的 你看到我也是一邊卷著 而且上面的隔熱 其實很方便我們一邊轉動 所以卷一下卷一下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波羅朗卷了 我自己習慣用卷髮器的時候 夾向上的先夾一隻頭髮向外卷下去 差不多距離 我們就順著方向屈一下 然後重複這個動作去到髮尾就可以了 我自己覺得是卷三個圈最漂亮 所以這個25mm對我中長髮來說剛剛好 然後它可以轉動的電線 你會看到不會卡住 不會卡住 就算手殘的朋友 你也可以慢慢掌握這個技巧 整個頭髮很快就完成了 當初一開始我對卷髮器 都不知道從何入手 所以我會不開著它 上網看著影片 慢慢熟習手勢 然後臨分前 有空就卷一下 有空就卷一下 去掌握到 怎樣可以卷到一個漂亮的弧道 有信心的時候 才卷出門口 這個是過程 三款Vidou Sassoon迷你做人器的資料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不知道金先生看到我這個頭有什麼反應 你做完事了嗎? 做完了嗎? 怎樣? 咦? 你怎麼變成頭髮? 你怎麼做的? 是嗎? 做卷嗎? 對呀! 就這樣卷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好玩? 好像Chopper 沒有做那麼高是因為打算戴帽 那就剛剛好 好了 我們出發吃飯 之後應該是我的朋友進來的了 Chopper 你不要經常過來收陀地好嗎? 對呀! 要收陀地 看得到嗎? 沒有了 沒有了 是不是? 夠了 走了 走了 拜拜 今天的午餐是 還有咖喱雞飯 還有焗場通粉 吃飯了 平時我們去這間cafe是吃早餐的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番茄通粉 今天因為金山OT變了吃午餐 原來咖喱都很好吃 聽說是碰著家姐姐的家傳食譜 是可以再Encore 不過下次可以喊少了 我的朋友剛剛上了船 待會要接他 現在不如帶大家看看這間房間 變成怎樣 好嗎? 大約完成了40%左右 這間房間主要是拍片和化妝 今早我就是坐在這個位置 準備好了 然後由門口開始看 有這個 Stella Lou 很漂亮 表妹送給我的 然後是以前的水晶櫃 有些水晶我放在廳 現在是沒那麼擠 還有我拍片的那張桌子 我之前生日的時候 鄰居畫給我的超美 然後來到這裡 Hello 這裡就是我的梳妝桌 現在還沒弄好 是不是很浮誇 有些我放在廁所的鏡櫃 不是全部的 然後下面這個櫃桶 就會放了我要拍片的東西 還有很多很多的蠟燭 而這邊暫時放了一塊屋的衣架 全身鏡頭和腳架 又是還沒搞 所以完整的Home Tour 要時間 逐步逐步收拾 這裡有收拾 那邊有收拾 是很累的 本屋真的很辛苦 又敏感 又要量位 又要收拾 又要抹東西 整個人很崩潰 所以這陣子大家看到我的樣子很累 不說太多了 我要去接我的朋友 幾年沒見 你還記得我 還是你 朱、阿狗 你都不會 不會 這裡在沙灘旁邊 是完全看著這個景 很棒的 會有些輕食 意粉 然後有啤酒 有不同的飲品 它在東灣和觀音灣的中間 有時候會看到直升機降落 在這個舒服的環境坐下來喝東西 是很輕鬆的 你看Chopper已經在睡眠 我們就聊聊天 然後走走拍照 之後就回家了 長洲沒什麼做 都是吃東西 走走走 他們兩個超頓 他們的步伐是一致的 煮完天氣就開始砌圖了 怎樣?有沒有信心? 非常好 很漂亮 在哈爾移動城堡 一出我超喜歡的動畫 現在客廳大約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在收衣服的金傘 出發去吃晚飯了 走了一會 我的朋友突然很生氣 說想吃海鮮 但是已經晚了 買不到 還有很多好吃的餐廳已經充滿了 我們隨便進了一間 真的比較普通 我就不推介了 如果大家進來長洲 是不介意買海鮮去加工 早點訂位 其實也有好東西吃的 這一種的海鮮套餐 我覺得不是很服 但是就會像外面一般的小菜 大排檔 我們吃完東西送了朋友上船 就回家了 這個就是新居的第二個VLOG 雖然是很簡單的生活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不會覺得悶 就是這樣 我們在長洲的生活 希望遲些再拍多些VLOG給大家看 有什麼想看 記得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每個星期會播放兩條影片 星期六的三點鐘 還有星期日的十二點鐘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